公园的维护多仰赖各里的志工协助任养照顾 其中盆栽医生季伯伯他所负责的公园 可不单纯只是维护 他还运用了各区域的特性 设计了台湾造型花圃以及盆栽银行 我们一块去看看 这台湾第一啊 这就是很逼心很逢动 盆栽医生季伯伯不只单纯的任养公园的植栽 他还会发挥创意 利用每一块场域的特性 改造出不一样的花圃 不但为公园增添特色 也慢慢打响命号 上海是台湾就是做台湾 台湾已经现在有第三台了 第三台 头一台就是说一个窟 在窟窟囤囤囤囤囤 他说像我囤囤囤 葬起来就用很漂亮 结果就是说 这样处处又不好看 如果要那一层这样 那一层不太清楚 第二台就还要冲出厨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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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時第一批盆栽 其實就是紀伯伯從家裡拿過來的 現在如果是火派他沒來 他都拿來 拿來我就把整理完 火桿沒來就把大盆 拿來都沒來 他都沒來再拿回去 因為以前的人 比較有你種這個火 現在人都沒來種 我開始來種這個火 也是我們老頂火種很多 蒸了一個蓋子落 蒸了四樓八起八樓 蒸了水到沾漏漏 沒人在看 就像都在外面才出來 後來就離丟動蒜 我就一些沒來就貼出來 貼出來貼出來 然後我們在這裡 貼點地倒走倒走 多少人都拿來叫我割的 我們知道剩下 從一開始照顧花花草草 到後來投入園藝設計 在紀伯伯每天的用心照料之下 花草不但生長得相當的完好 也能充分展現各自的特性 在公園綻放美麗 記者高清風 林錦雲三重採訪報導